新天帝会透过洗脑破坏家庭 这是韩国的一位母亲 她的女儿被新天帝洗脑之后 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 只待在新天帝里面 新天帝去回答说 哦 这不干他们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你的女儿在哪 3月14号的时候呢 他们会有最大的活动 这时候至少会有十万多人参 他们要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要包尿布 不是包小孩哦 是包给自己 大家好 我是在养 好 今天我就来说明一下 新天帝这个邪教 新天帝是什么 新天帝是1984年3月14号 由教主李万熙创立的新新宗教 新天帝的全名为 新天帝耶稣教见证账目圣殿 他们的所有的系统 以及教理都是从基督教拿过来的 所以他们也说 他们相信耶稣 他们相信圣经 可是他们有很大的问题 那至于这个部分呢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好好的慢慢说 而他们平时做礼拜的样子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韩国最近很严重啊 就是那个感 感 他们的理念 取自圣经约翰启示录 第二十一章中的句子 见证耶稣之人将会带来新天帝 在新天帝里面呢 努力过信仰的生活 并且被盖上印 进到被选择的十四万四千人里面 走向天堂 前面讲的这个印指的是 被教主得到认可说 他是真正的信徒的意思 那么十四万四千人 这也是从圣经里面取出来的数字 十二指派 每个指派各有一万两千人 这样一共是十四万四千人 所以他们在整个韩国里面 也有十二指派 他们说只要新天帝的信徒们 有达到十四万四千人 之后会怎么样 耶稣就会降临 并且他们会上天国 可是啊 他们现在的信徒 已经超过二十万人了 这不是很矛盾吗 所以他们说 在这二十几万人里面 真正的信徒 还没有到十四万四千个 他们就这样拖延时间 为什么这里是邪教 好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是邪教呢 一个一个告诉你们 第一信徒们相信教主是救世主 第二信徒们相信教主是不死之身 这是韩国电视台为了揭发新天帝拍摄的纪录片 里面的男生是劝导的人 以及女生是被新天帝洗脑的信徒 他们之间的对话 李万希死了都 哎不不不 这是男生 李万希死了的话 你要怎么办 不死的话你要怎么样 李万希是会死的 他会被死你怎么知道呀 第三信徒们相信只要信了教主 也会成为不死之身 第四 不会韩文的话无法永生 第五新天帝会透过洗脑破坏家庭 这是韩国的一位母亲 她的女儿被新天帝洗脑之后 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 只待在新天帝里面 这位妈妈也亲自去新天帝打听她女儿的消息 新天帝却回答说 哦这不干他们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你的女儿在哪里 而且尽管是会回家的人 新天帝都会洗脑他们说 只要反对你们来我们教会的人 哪怕是家人 他们也全部都是撒大魔鬼 所以一定要远离他们 这就是他们对信徒们对待家庭的洗脑方式 我在那里生活的六个月 远比跟爸爸一起生活的25年快乐多了 现在起管你是妈妈还是什么 你们都已经带我来这里咨询了 你们是我爸妈又有什么屁用 他们会说 嗯 他们哦 我的声音变不回来 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新天帝里面会教导他们 洗脑他们说 只要去了心理辅导 这种反新天帝的地方 只要踏进了这里 你就是有罪的人 所以在这照片里面信徒呢 他觉得已经我的人生我了 嗯 第六 教导 诈骗 大家都会学习怎么样去隐瞒自己的身份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去骗他人来到他们的教会里面 所以他们进去新天帝之后 他们就会很彻底的学习 怎么样去骗人 第七根社会断绝 在新天帝里面信仰有分等级 只要每上升一个阶段就要考试 考不好的话就等于是无法得到永生 所以很多人都纷纷放弃自己的工作 或者是学业 把自己的人生全部压在这个新天帝考试当中 而且呢 他们也会教导说 不能使用网路 只要有看到批评新天帝的内容 就是有罪了 还很正式的教导说 在网路上的这些批评新天帝的那些文章啊 或者是像我这样的影片啊 这些比辐射能还要读一百倍一千倍 所以一定要远离这些网路 一定要远离赞扬的这个影片 谢谢 第八 钱 新天帝是以韩文教多阶段 这样的构造赚钱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哦 最上层的人就是李万熙 他拿最多钱 那越在上面他们拿的越多 越是下层的人 他们就要不断的投资 并且传教好让自己也慢慢的升级 有点像是那种直销系统了 只是他们的商品是宗教 哦 拿宗教这样子 骗人心哦 你们全部都去 还有他们每个月都有一堆钱要缴 例如体育会费 这是年轻人每个月一万韩币 大人三万韩币 还有健康保险 手机保险哦 汽车保险 韩服 运动服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 所以他们也是保险公司 保险宗教 教主呢不断的教信徒们说 只要有达到十四万四千人 那么这些钱就根本都不需要了 他不是在说自己 他是在说那些信徒们 到了十四万四千人的话 大家都不用钱啦 大家都上天堂啦 当然信徒们到现在还是相信这句话 所以最后呢 教主李万熙他最有钱 第九传教分等级 新天地会分ABC三个等级 去找传教的对象 就是说呢 透过传教的过程当中 大概判断对象是ABC里面的 哪一个等级 如果对方是A 那就要全力传教 如果是C 那就不用传教 至于ABC表单的部分呢 我放两三秒 大家想看清楚的话 就停下来吧 第十 尿布 我一开始说了 教主是在1984年3月14号 创了这个宗教的 所以每年的3月14号 3月24号是我生日 3月14号的时候呢 他们会有最大的活动 这时候至少会有十万多人参加 而他们为了准备这个活动 向全部的信徒们公告的内容 是什么 有人知道吗 就是当他们要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要包尿布 不是包小孩 是包给自己 因为他们人太多了 厕所不够用 而且在一整天的活动当中呢 只有两次的休息时间 整个活动他们都管得非常非常严格 可能是怕有其他的什么媒体 或别人来当狗仔吧 所以教主直接叫全部的人员 都包尿布 哇尿布呢 很方便吗 我也想试试 第十一 不能得病 在新天地里面 只要有得病的话 就等于是有罪 这可能有一些原因 可能是为了避免有一些信徒们 他们把生病当作是借口 慢慢的脱离教会 可能是为了预防这些 另外一个是 他们觉得老人 或者是身体有不适的那样的人 这也是他们把他们给赶出去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所以韩国的记者也说 新天地连传染病也不看在眼里 因为他们认为说 只要再过两年三年的话 他们就可以到天国了 偏偏新天地就是这么的封闭 是最封闭的宗教 然后啊 我想说 第十二 秋收人 所谓秋收人 指的是 偷偷潜进其他正常的教会里面 在那里制造混乱之后把信徒带进新天地的人 简单说就是间谍的意思 他们会在正常的教会里面认真的服侍 慢慢的他们在那个正常教会里面 升到有影响力的地位的时候 就会开始污蔑教会里面的牧师 也会使用尼尖记 而这也是目前韩国刷赛的原因 因为在很多正常教会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秋收人 他们绝对不能被发现 所以他们不愿意配合政府 都只是在逃跑 因为他们被揭发在新天地的理念当中 他们也是有罪的 他们拼命的不配合政府 为什么掉进邪教里面 为什么掉进邪教里也不会出来呢 最重要的是他们非常非常专业的洗脑教育 大家想想看 他们从1984年就开始了这个客制化的洗脑教育研究 都已经36年了 所以他们对人心的脆弱心理已经研究到最高境界了 只要有人进到他们宗教里面之后 他们就会不断攻略人的最脆弱的一面 所以很多人的脑在那里都会被洗衣机洗得很干净 加上人际关系这个东西 在任何团体里面都是最大的武器 外面的世界很累啊 很痛苦 很残忍啊 可是好像只要进到这个宗教里面 所有人都对待他 都像是天使一样 久而久之 他们就是喜欢在这个地方 他们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对的 跟他们在一起就满意了 就像吸毒一样 传教方式 哦这个很重要 我在之前的影片当中 斑 说过大巡真理会 他们都是怎么样 你了解到吗 哦你的脸看起来好有福气啊 胖嘟嘟的 都是这样对吧 可是 有在韩国生活过的人在街上 应该也有看过 或是听过这个 心理测试的了哟 来做个心理测验吧 只要在街上看到了 心理测验这四个字 啊这是中文啊 心理测试 韩文是五个字 只要这个东西出现在繁华街 或者是在大学里面 他们百分之百就是新天地 还有另外一个 他们说 请问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帮我做问卷调查吗 这个一半以上也都是新天地 那么我先跟大家说这个心理测验是什么 他们会给你一张纸 叫你画一棵树 之后呢 叫你画出山 人 树 家 井 蛇 江 海 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叫你画什么三角四角形 最后让你画新天地的那个S 最后还会给你看一些韩国艺人出现的影片 说明SQ 这什么呢 所谓的灵性智能 反正心理测验大家就就是都不要做就对了 那么假如你们不小心掉进这个问卷调查的陷阱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你们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分辨他们是不是新天地 假如要问卷调查的话 问的那方必须要跟你说明他们是谁 哪个单位 负责人的名字跟他的联系方式 而且天下没有正常的问卷调查 是会问你的名字 或是电话 或者是地址 这方面的资讯的 大不了就是问你的性别 年龄 这种东西而已 假如有任何的问卷调查 要你填写这方面的资讯的话 就赶快闪人就对了 另外他们只要盯上了一个人的话 又非常非常恐怖 例如我想要对我的朋友传教 那么一整个新天地的团会集体行动 因为在学校这种地方 他们也会自己开办一些社团 让他们集中火力在这个地方 就这样这个朋友的周围呢 慢慢的一个一个 对他好的朋友 对他好的学长 对他好的陌生人 都是新天地的人 并且他们会花时间慢慢的给他洗脑 而我自己本身 却不会是站在最前线的那个人 所以除非是我自己跟他说 不然他死都不会知道 一开始到底是谁要对他传教的 听到这边有人可能会觉得说 诶~~是他 平时太放松了吧 都没有危险意识 可能会这样想 可是新天地真的 我们看不到 可是哪里都存在 也许是你最要好的朋友 也许是跟你最亲近的人 甚至是家人也有可能 还有一个最极端的方式就是 额~~ 传教 他们为了传教不择手段 可能是透过性交易 甚至也有可能会故意成为他人的男女朋友 去接近他 然后给他传教 所以网络上很多的男生们说 既然这么好的话 对策 在街上遇到的话 当然最简单又是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不要去理他们 就跟我之前的影片里面说的那种一样 你就继续走你的路 尽管他们一直黏在你的身边 你们就把他当成是厄运 不要去理他们 这是最基本的 假如你怎么样怎么样了 你们又不敢拒绝而热 给他们电话 然后他们一直打电话给你 那你就封锁他 他们假如用别人的电话号码 一直骚扰你的话 你就把那里面的内容录起来 带到警察局里面 还有比较进阶的方式 这是一些韩国网友们 他们试过的方法 比较极端的方法 例如他们写电话的时候 是写那个高利贷的 那个收保护费的人 那个他们的电话号码 有些人他们是 去了他们的教会之后 直接在那边抽烟 然后马上就被赶出去 还有人是真的问了他们说 你了解到吗 最近得知的消息 据说新天帝他们拍照的时候 他们都会比奇怪的手势 就是这个 不是这样哦 这样 只要看到有韩国人这样拍照 很有可能他就是新天帝的人 还有一个最近的一些爆料消息 说新天帝拼命的传教的原因 是什么 他们是说 新天帝的教主每一年 都会让那些没有传教的人 或者是很少传教的人 让他们付罚金 一个人喊比110万元 一个人都没有传教 或者是没有付罚金的话 他就要被赶出去了 当然已经被洗脑的很多人 他们都很害怕被这些人讨厌 而且他们在那里被教导的内容是什么 他们被赶出去了 就不会得到永生 永远得不到这个机会 他们的人生都已经全压在这个地方了 回头看自己做了那么多 然后现在这个机会都快没了 他们当然会拼了命 拼了命的去传教 他们为了传教不择手段 可是这个故事里面很好玩的事情是什么 你知道吗 那些罚金都募集起来 教主说会把这些钱分给第三名 第二名 第一名 那么想想开嘛 光是一个人就收了110万 可是第三名他拿的奖金是多少钱 你知道吗 几十万 第二名拿多少钱 也是几十万 也没有到一百万哦 最后公布了第一名 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是教主 就这样他喷掉了那些钱 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这所有的内容 不是随便抓来的 是被证实过的内容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新天地教主他有一个很害怕的人 就是他的前妻 金南希 他呢离开教主老公之后呢 到各个媒体爆料说 李万希是炸气饭 希望那些新天地的信徒们能够清醒 当然呢在新天地里面会把他当成是叛徒去看待 可是这位金南希女士 他爆料的内容里面 又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就是 这个教主啊 不久前还写爱情信给他 里面内容就是 请你回到我的身边 突然变成韩剧了 该怎么结尾这个呢 叮叮咚 为什么韩国无法消灭邪教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韩国民族主义里面 国家之宗教多样性这个法条 而这个也是新天地一天到晚都在主张的内容 其实坦白说 新天地也不是用暴力 或者是用什么强制的武力 去弄了他人 而是对他人用洗脑的方式 这种洗脑这种东西啊 很难用法律强制的 对他们怎么样 况且呢 假如新天地被消灭了 那么这也代表说 对其他的很多新兴宗教 都要去动刀的意思 那么这样的话 最后就只剩下的是 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大宗教而已 这会违反大韩民国民主主义的主 主干 简单的例子嘛 在台湾有海鲜教啊 美国是有那个意大利面教 那台湾也不能因为他们被洗脑 或怎么样 就对他们怎么样了 对吧 反正国民自主性的去相信什么宗教 是他们的自由 而我们韩国必须要 透过这个宪法来保障他们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不一样啊 他们让整个社会都变得这么混乱 可是真的客观的跟大家说的话 在我们眼里 尽管他们有多么坏 多么靠 可悲 什么 什么啦 可是对被洗脑的他们来说 在那里面是很幸福很快乐的 这些都是他们的选择 这些都是因为什么 因为人权 民主主义 则是要保障这些可恶的 结束啦 好的 今天我的影片就到这里